日前佛光大学和佛陀纪念馆签订了产学合作的协议 而在佛陀纪念馆的支持之下 传播学系的学生呢 从现在开始投入的是拍摄全台的庙宇 将在校所学发挥的淋漓尽致 佛光大学传播系摄影团队巡回全台拍摄 日前来到高雄大树区拍摄东兆山关地庙 在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安排下 受到宫庙主委重视 用行动支持佛大学生全力配合纪录片的拍摄 佛光大学传播系团队虽然初出茅庐 但每个细节都很仔细 不只拍摄 接下来的剪辑 写稿到行销 上传网路 每个阶段团员都要轮流参与 交出来的作品不是学校作业 而是有质感的纪录片 那可是这一次因为要做实物性的拍摄 所以前置作业非常的多 那像是我们可能要先了解 它的地缘关系 然后它的庙的严格 它的历史 然后它历代的主委 特别像是我们要做专访跟采访 我们就一定要先上网做很多功课 那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做拍摄公庙的东西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格 也是我们事先就是做了很多研究 许多人怕毕业及失业 佛大学生及早接触相关产业 将知识转化成实物技巧 将来毕业后可直接与产业接轨 尽早从新手晋升专业阶段 人机卫视五庸曲高雄采访报导